国际象棋日International Chess Day是每年的7月20日 旨在庆祝和推广国际象棋这项古老而精妙的智力运动 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国际象棋联合会Fight成立的日子 同时也是向全球范围内的象棋爱好者传递象棋的乐趣和益处 国际象棋是一种两人对异的策略游戏 起源于古印度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 它是一项考验智力、战略和创造力的游戏 每个玩家通过移动棋子来争夺对方的国王并实现胜利 国际象棋被誉为思维的运动和君王之战 不仅在娱乐方面受到广泛欢迎 也在教育、研究和认知发展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象棋日的庆祝活动各地不尽相同 但普遍的活动包括象棋比赛、锦标赛、表演赛、棋谱讲座、象棋展览和推广活动等 这一天象棋爱好者和专业选手会聚集在一起 共同交流和分享象棋的技巧和策略 同时各地的象棋俱乐部、学校和组织也会组织特别的象棋活动 吸引更多人参与和了解这项古老的智力运动 国际象棋日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象棋的认识和兴趣 推广象棋的普及和发展 象棋作为一种智力运动具有诸多好处 首先它促进了思考能力的发展 锻炼了逻辑推理和战略思维 通过玩象棋 人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决策能力 预测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其次象棋还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和注意力 培养耐心和毅力 同时象棋也是一项富有趣味和挑战的娱乐活动 能够带来乐趣和放松 在全球范围内 象棋已经成为一项广泛普及的活动 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 还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和认知发展 许多学校和教育机构将象棋作为一种教学工具 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 象棋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工具 不受语言和国界的限制 象棋爱好者可以通过对异来交流和互动 国际象棋日的庆祝活动 不仅仅是象棋比赛和表演 它还是一种推动象棋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 象棋鼓励公平竞争 尊重规则和对手 培养了团队合作和竞争精神 通过象棋 人们可以学习到许多关于生活和决策的重要教训 如计划 预测 和权衡利弊 因此 象棋不仅仅是一种游戏 它还承载着深刻的文化 哲学和智慧 总而言之 国际象棋日是向世界传递象棋的魅力和价值的重要时刻 它是庆祝和推广象棋这项智力运动的机会 促进人们对象棋的兴趣和参与 象棋作为一种古老而深奥的游戏 不仅在娱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在教育和认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国际象棋日的庆祝活动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象棋的文化 策略和智慧 并与世界各地的象棋爱好者 分享这一共同的兴趣和激情 并怜